明日會在兩天前在萬豪酒店 五樓舉辦春酒 席開八十桌 兩邊有將近一百七十位 香噴噴 你看了這個畫面之後 然後再聽到國軍媽外島 連肉都吃不到 請問你是要加入國軍 還是要加入明日會 這個羅明才昨天去質詢 他說國軍招募不足 那是不是待遇不好 或是退役之後不能好好輔導 又或是怕戰爭 才導致這個招募困難的狀況 對此國防部長邱國正表示 如果軍人怕戰死 連自己的軍人職責都搞不清楚 這種人乾脆不要來當兵 我覺得邱國正講也沒錯 可是問題是 原來大家的期待是一個上班族 結果媽的 你現在忽然間跟他講 不好意思啊 你要為國犧牲 這個我認為對招募來講 是真的很艱困的 第一個啦就是說 坦白講軍人是 自由度比較低的行業嘛 用你的自由去保家衛國 想要風險其實來自於兩面嘛 一個就是訓練時的風險 另外就是可能面對戰爭時候的 上前線的風險 你看之前發生那個日經 講那個退伍軍人 九成是共諜 你加薪比薪嘛 你這個國家對不對 你所形塑出來好像軍人都在叛國一樣那種感覺 或者是針對外媒 誰要當 我覺得我沒有尊嚴啦 逢世寬是真的是夠強硬啦 我也在臉書上肯定他 但是 除了逢世寬以外 其他人都還是很軟骨頭啊 等於政府自己在告訴你一件事情 好難不當兵啊 我如果沒有尊嚴 待遇也不能到我的期待 那我又要失去自由 然後我要負擔戰爭的風險 那你將心比心 那你覺得你兵員你會招得夠嗎 而且大家知道一件事情啊 就是打仗真正的 靠的是自願意不是義務役啦 講難題為什麼大家講義務役上去就當炮灰 你要保留金石的戰力的時候 你在選擇的時候 你一定是要自願意這個所謂的 金石的戰力先優先保存 因為真正戰爭的身份是靠自願意的 對 我覺得強哥剛剛這樣講啊 就讓我們用另外一個例子 真正的招募要有戰力 要有光榮 要有尊嚴 要有福利 這個時候我們就必須要引用 一個我國著名的一個團體 叫做名人會 名人會在兩天前在萬豪酒店 五樓舉辦春酒 席開八十桌 就是台灣著名的一個黑道的子集團 你如果是名人會的來賓 跟他的小弟的話 你走進門的時候 看到的是這種場景 士氣高不高 強哥 開不開心 開心啊 不是嘛 你們國民黨什麼時候春酒有這種態勢的 就算以前最嗨的時候 就算以前最嗨的時候也沒有這種 兩邊有將近 我目前知道的數字是170位 光從電梯口走出來 對 就直接這樣子流連忘返走出去 香噴噴 我要給各位看看 對 現在在台灣加入名人會 吃穿不用愁 我想想看是不是你宣傳就輸給人家 而且他更屌喔 他門口還有一堆嗎 跑車 你想想看 你各位 你看了這個畫面之後 然後再聽到國軍嗎 外島連肉都吃不到 請問你是要加入國軍 還是要加入名人會 這個我覺得 大家要思考的是 當黑道很用心 黑道在認真做事的時候 你們台灣到底有沒有 做同樣的 在白道上面有沒有做同樣的事情 如果沒有的話 那這個人家行銷做就比你好啊 你要怎麼辦呢 好 明白 沒有 好